本期情罪录 贫富二狗 惹祸端 2013年8月12日晚上 十点刚过 家住江苏苏州市工业园 某居民小区的梁志平 下班回家 刚刚走到自家居住的楼前 就看到一辆警车停在了下面 他有些纳闷 正要进丹源门呢 就看到楼上的邻居林梅芳 跟着警察下来了 这个女人是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向警察诉说着什么 梁志平满心的疑惑 上了楼进了门之后 就问妻子 楼上那女的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啊 妻子李湘平说 他儿子丢了 这个女人真可怜 老公不要他了 现在孩子也丢了 说这话的时候啊 这女人的脸上有些不太自然 神色中还掩饰不住的都是慌乱 梁志平就盯着他 不是 他儿子丢了 我怎么感觉你很慌张啊 你慌啥呀 我 李湘平欲言又直 低着声音对丈夫说 老公 其实他儿子不是丢了 是 是我给他藏到咱家的衣柜里了 啥 梁志平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你说什么 不是 你为什么把人家的孩子藏到咱们家啊 我 李湘平便把内心的委屈 和盘多处 听了他的话 梁志平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你啊你 你这就是小肚鸡场吗 你 那李湘平为什么把他邻居家的独生子 给藏起来呀 他们邻里之间这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呢 那接下来还会延续什么呀 啊 怎么样 从头开始 李湘平 十年29岁 是江苏省长州某县农村人 高中毕业之后啊 就来到苏州打工了 2008年 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梁志平 两个人同在一个厂里打工 又是老乡 渐渐的就成了恋人 2009年 二月份 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 又是租了一间门面 做起了水果生意 住在这狭窄阴冷潮湿的出租屋内 李湘平做梦 都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一直到2011年的年初 他和丈夫啊 他总算是凑够了首付的钱 在小区买了一套80平米的二手房 月供3000元 再加上高额的物业管理费 这些让李湘平感觉生活的压力很重 不过尽管如此吧 那总算不用在出租屋里住了 因此啊 这些压力在有房的喜悦中 便都成了浮云 四月初的一天 李湘平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 在下楼倒垃圾的时候啊 迎面就走了一个穿着华贵的女人 二人对视一番之后 都不由的惊叫出声 哎呀 你也住在这里啊 这个穿着华贵的女人叫林梅芳 她呢 是李湘平水果店里的老顾客 从他们开启水果店的那一天 这女人就经常到他们店里买水果 静静的二人就熟络了起来 只不过李湘平一直不知道 林梅芳和自己不仅是同住的一个小区 居然还同住一栋楼 真是好又远呢 你家住几楼啊 李湘平热情的和林梅芳打招呼 林梅芳则笑了笑 我住六楼601 我家在四楼402 李湘平热情的说 走走走到我家玩会去 哎呦 今天不行 改天吧 我现在有点事 林梅芳淡淡的说完 转身就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李湘平就经常会遇到林梅芳 每次遇到都会多聊上几句 渐渐的他就了解了这个女人 林梅芳比她大三岁 前两年呢 刚和丈夫离了婚 现在自己一个人经营了一家玩具厂 带着一个六岁多的小男孩 琪琪 自从两人熟络了之后 每一次遇到林梅芳 她都会向这李湘平抱怨 说一个人带孩子真的是太累了 厂子里的事又太多 孩子让她很操心 真羡慕你啊 这小两口恩恩爱爱 也没有什么烦恼 盯着林梅芳那细腻白结的皮肤 李湘平也是充满了羡慕 林姐啊 你说什么呢 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羡慕呢 你看上去比我要年轻多了 你那么会保养 而且开厂子一年也赚不少钱吧 这哪像我们天天拼死拼活的 也赚不了几个钱呀 后来 林梅芳就更加的频繁 去李湘平的水果店里 照顾她的生意了 基本上每天都去 她不光买水果 还找李湘平聊天 渐渐的 这两个人竟然就聊出了姊妹情了 李湘平呢 也很会来事 每次林梅芳来买水果时 不光给她打折 还多给她 只是在李湘平的心里啊 这个有钱的女人很高傲 别看她向自己抱怨生活上的一些不满 实际上多少 都是带着那么一点炫耀的色彩 所以 每次和林梅芳相处的时候 林梅芳每每炫耀的时候 李湘平啊就会感到很不舒服 心里呢 跟敏感的妒忌的神经 就不时的蹦两下 暗暗的骂这个女人 身在腹中不知福 并且最终 那根脆弱的神经 竟然被两条狗啊 给拔断了 从此啊 是引发了一场 又一场的悲剧 那是2013年的7月17日 傍晚 李湘平吃完晚饭 像往常一样 到小区的草坪上去遛狗 不大一块的功夫呢 他就看到 林梅芳的儿子 琪琪也带着一条狗过来了 他家是养了一条 纯种进口的雪纳瑞 而李湘平家的狗啊 就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 小男孩琪琪 把狗扔在草坪上 就自顾自的去玩了 而那条叫宝宝的雪纳瑞 在草坪上玩了一会儿 很快就靠近了 李湘平家的田园狗 两条狗很快的就熟了起来 并且很快就相互舔着嘴巴 像是接吻了 李湘平刚想把两条狗给分开呢 突然电话就响了起来 而他接电话的功夫呢 也就没有去管狗 可就在这时啊 这两条狗就没有控制住 就纠缠在了一起 而李湘平呢 都站在一旁 也没有注意他 只顾自顾自的接着电话 而且就在这时 一声尖叫 把李湘平吓了一大跳 只听啊 一个女人在生死历劫的吼叫道 你滚开 你这个杂种狗 接着那女人一百米冲刺的速度 就冲向了正在交配的两条狗 一脚将李湘平家的第一地 就踹出了几米远 然后他就蹲下身子 把自己那条雪白的雪纳锐 抱到了怀里 心疼的安慰 我的宝宝啊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都没有看到那是什么狗吗 就跟他亲热 你被他占便宜了 李湘平在目瞪口呆的看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就连电话那一段的人在讲什么 他也听不清了 耳边也只是充斥着林梅芳那刺耳的责备 你是怎么看你家狗的呀 你看他脏兮兮的 也配给我家的宝宝接触啊 你是不是故意让他来欺负我家宝宝的呀 这李湘平只好挂断了电话 他默默的把自家的狗狗叫到身边 轻轻的拍打着狗背 任凭狗狗在他身边低声的乌液 就像是在跟他诉说着委屈 啊 我 我刚才没看见 你怎么会没有看见 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你给我记住了啊 我家宝宝啊是纯种的进口货 还是个黄花闺女呢 就被这种杂种狗给糟蹋了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就让你赔钱了 林美方一边说着 一边还瞪了李湘平几眼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杂种 见狗 糟蹋 这样的字眼 就深深的刺痛了李湘平 他愣愣的站在那里 身上感觉啊 就像是被无数只蚂蚁啃尸一样 又热又疼 而那些逐渐围拢过来的吃瓜群众 让他又恨不得找个地方给钻进去 也就是从这天之后啊 林美方就再也没有去李湘平家的水果店里买过水果了 两人就算是在电梯里遇见也不说话 有几回啊 李湘平想跟这个女人缓和关系 主动跟他说说话 但是这个女人把头一转 却对她是理都不理 态度也是一次比一次恶劣 李湘平见此也很生气 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 就至于这么侮辱人 他决定要报复一下这个女人 可是怎样才能够给他致命的打击 李湘平就站在楼下 仰望着六楼花园式的阳台 很久之后 你这脑子里啊 突然就冒出一个想法来 对了 绑架那个女人的儿子 要知道 这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突然又失去了他的宝贝儿子 对他的打击啊 可以说是致命的 对 就这么干 就是要他尝尝 致命的伤害 打定主意之后 李湘平开始计划 怎样把小孩弄到手上 然后再找个偏僻的地方 藏下来 等那个女人为了寻找儿子 千金散尽之后 他在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孩子再送回去 李湘平甚至还得意的想 你不就是有钱吗 我就让你把钱全部都散尽 到时候 我还看你怎么神奇 自从他的脑子里 种下了这个危险的想法之后 李湘平就开始留意 这林梅芳出门的规律 他发现 林梅芳几乎每天早上八点 准时出门上班 下午五点回到假 偶尔晚上会有应酬 就会回来的比较晚一些 平常都是保姆接送孩子上下学 2013年8月12日 李湘平得知 林梅芳这一天晚上有应酬 他就想趁着机会 在今天实施那个计划 于是对老公说 他身体不舒服 让老公帮忙看店 他就迅速的回到家里 守在猫眼前这么观察着 七点多钟的 他看到林梅芳穿着花枝招展的 跨着小包就出了门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 他看到保姆下楼了 心中一阵窃喜 他知道这个时候 他们家里肯定没有人了 李湘平急忙从家里出来 上到六楼之后 他便在过道的电闸前 把林梅芳家的电闸给拉了下来 然后又走到林梅芳的家门口 要把孩子给骗出来 让他惊喜的是啊 他们家里的门居然没有关炎 天助我眼 李湘平一阵窃血 急忙开门 进了屋之后 冲上去 便把孩子抱进了怀里 那孩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封住了嘴巴和眼睛 李湘平不顾孩子的挣扎 便将孩子抱回了自己家里 放进卧室的一个大衣柜里 又锁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李湘平就坐在客厅里 静静的观察着动静 他是第一次干这种缺德事 心跳得很厉害 他就不断的安慰自己 没事没事 刚才楼道里空空荡荡的 没有人发现他做了什么 半个小时之后 李湘平就听到门外 传来了邻居保姆 惊慌失措的哭声 他在沙发上缓了一会儿 走到门口打开门 静静的又听了一会儿 保姆的哭声让他有些激动 他想啊 看来这保姆啊 就是他的替罪羊了 在好奇心的去世之下 李湘平上了六楼 在楼梯口朝着林家那边张望着 就发现保姆的两眼发直 他坐在林家门前 是一边抹眼泪 一边念叨 我就是下楼买个东西 这孩子怎么就没了呀 李湘平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又走到林家门口 装作关切的询问他 哎 你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琪琪说 他非要吃棒棒糖 让我帮他去买 我就下楼给他买了 可是这才多久啊 我回来之后 孩子就不见了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怎么向他妈妈交代呀 保姆一边说着 一边哭着 哎呀 哎 你先别着急啊 你还是赶紧给他妈妈打个电话吧 这事总得让人家知道啊 李湘平假意的安慰了保姆几句 然后拿起手机来 就给林梅芳拨了个电话 听着电话那段 林梅芳焦急不安的余调时 李湘平的心里痛快极了 那种抱负的快感 让他差点就笑出声来 挂断电话之后 李湘平就下楼回自己家去了 关上房门之后 李湘平笑的那是前仰后合 姓林那臭女人 你也有今天呢 我就急死你 我倒是看你 以后还敢跟我摆清高 过了没多久 林梅芳就焦急不安的跑回了家里 保姆也是哭着跟主家 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事都怪我 我是忘了锁门 林梅芳听后 一下子就没了主意 缓了一会之后 他急忙拨打了110 在警察还没有来到之前 他马上带着保姆 一起到楼下去寻找孩子 可是找了半天 没有找到 而接下来 就是咱们本案 开头的那一幕 梁芳芳得知妻子 把人家孩子藏了起来 顿时恼羞成怒起来 骂了妻子一顿 打步的走到卧室的衣柜前 把孩子从里边就抱了出来 可这时他发现 这孩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 梁芳芳心痛的怒火再次燃烧起来 他狠狠的甩了妻子一个耳光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 要是闹出人命来 你就别想活了你 那你也不能把孩子抱给他呀 你要是还给他 那我也得坐牢 李香平捂着发烫的脸 就拦在门口处 哭着哀求丈夫 梁芝芹则一把推开了他 你这傻逼娘们你 你还想一错再错吗你 那你就等着警察来上门来抓你吧 说完 他抱着孩子就出了门 当看到梁芝萍把自己的儿子送回来的时候 林梅芳一把就接过孩子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不大一块的功夫 小男孩就醒了过来 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只觉得肚子有些饿 就对妈妈嚷嚷着说要吃东西 林梅芳就急忙的给孩子拿了一堆零食 哄着孩子吃 走到客厅里 想跟梁芝萍询问是怎么发现他儿子的 梁芝萍见他出来就不好意思起来 也是主动的向他道了歉 啊对不起啊 我我家那婆娘他他他糊涂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他就不好意思的把他妻子啊 把孩子藏起来的事 跟林梅芳说了 听了他的讲述 林梅芳的心很恼火 掏出手机来就要按110 可是刚刚按了一个 他就若有所思的停了下来 对梁芝萍说 我要是报警的话 你老婆是不是就晚了呀 对 所以我向你道歉 请你 这梁芝萍 实在是说不出让人家原谅妻子的话 毕竟妻子有错在心嘛 可是他又不想让妻子坐牢啊 林梅芳对他笑了笑 摁下了110 警察同志 你们辛苦了 实在是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的孩子找到了 你们能让我家的保姆回来了吧 向警方解释清楚了之后 林梅芳就挂到了电话 他对梁芝萍微微一笑 我总得向警察解释清楚吧 再说了 孩子回来了 我也得让保姆回来呀 对 是 那我老婆的 林梅芳叹息 算了 那都是一时糊涂 只要我儿子没事就好 今天 我还真要谢谢你 而此时呢 李湘平在房间里 那是心惊肉跳 心惊胆战的 做也不是 是站也不是 正在焦头烂额之际 丈夫回来了 他急忙上前询问 老公 我 我没事吧 梁芝萍瞪着他一眼 眼神之中 却皆是鼻 看你那样 人家林梅芳 比你心胸宽阔多了 人家看着孩子安全无事的回来了 就决定不告你了 啊 听到林梅芳说不告他了 李湘平啊 这才松了口气 只是啊 当他感到轻松的同时 还带着一丝失落 绑架没有成功 却遭到了政府的鄙视 所以他不思心 他不相信就搞不垮林梅芳 他的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个机会啊 再好好的教训一下林梅芳 可是李湘平他们又想到 林梅芳对他也有恨意 也不比他少 并且啊 林梅芳还甚至想到了更高的点子 来反激励江平 自从梁芝芳把儿子给他送回来之后 林梅芳就留下了梁芝芳的电话 并且还经常有意没意的 就给梁芝芳发条信息 有的时候啊 还打电话 向他诉说着自己情感的不幸 特年九月份的一天 林梅芳就打扮了花枝招展的 站在小区门口 等待着梁芝芳 看见梁芝芳进了小区 他立刻上前就叫住了他 诶 平哥 上次你把孩子给我送回来 我还没有好好的谢谢你呢 今天我厂子里不忙 我请你吃饭吧 有点事还想请你帮个忙 看着眼前这个比妻子大 但是却比妻子保养的 还要漂亮的女人 梁芝芳的心动了动 他觉得呀 眼前这个女人宽容大度 令他敬佩 于是就跟着这个女人去了餐馆 林梅芳点了一桌子好菜 还要了两瓶酒 来来来 平哥 你们平时卖水果很辛苦吧 做的也都是辛苦事 你有没有考虑过开场啊 哎呦 我这水平有限还开场呢 说实话啊 你可比我强多了 不仅心胸宽阔啊 还特别有本事 说实话啊 我挺佩服你的 梁志平忠心的说道 林梅芳急忙给梁志平倒了一杯酒 哥 看你都说到哪去了呀 我不过是一个小女子啊 还能有什么值得你敬佩的呀 哎 对了 你刚才说有事儿 让我帮忙 什么事儿啊 林梅芳劝他先吃饭喝酒 啊 就是一点小事儿而已 来 先吃饭 吃完了饭我再说 接下来 他就利用吃饭的时间 开始向梁志平诉说着自己感情的不顺 讲述那个父亲的渣男 以及自己这么多年带孩子的辛苦 和创办工厂的不义 这些琐碎的生活王事儿 让梁志平看出了他的艰辛 也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坚强 心里不由的 对他又是多了一分怜惜 从这天开始 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不少 每次两人见面之后 也都会说说笑笑 拉拉家常啥的 这有的时候啊 梁志平也会把这个女人 和自己的老婆去做对比 他发现 林梅芳哪一方面 都比自己的老婆更加优秀 这个女人有着开阔的眼界 似水的柔情 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情 最近的 梁志平内心的感情天平啊 就开始往林梅芳这边倾斜了 而林梅芳 他也感受到了梁志平 看他眼神之中 带着那份灼热 这让他非常激动 也非常得意 报复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勾引他的男人 并且让他的男人对自己死心塌地 而林梅芳这招大棋啊 可以说是逼死李湘平的最后一根稻草 11月8日 是梁志平的生日 凸巧这天他感冒了 在家里休息 林梅芳在得知情况之后 就支开了保姆和儿子 拿着一份早就准备好的礼物 敲开了梁志平家的房门 看到站在门口 笑盈盈的林梅芳 林志平是一阵激动 哎哟 大妹子 你怎么没有去城里啊 可林梅芳却一下子就红了脸 就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一样 把手里的礼物就塞到了梁志平的怀里 平哥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 其实也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啊 我之前没有想到天气这么冷 我就考虑到 你的颈椎不太好 就买了一条围巾 也算是咱们朋友之间的一点心意吧 哎呀 你这是 梁志平每天为生计奔波 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了 如今看到林梅芳 塞给自己的羊毛围巾 不由得感动万分 哎呀 这块不好意思的 那你留下来 在我家吃饭吧 我马上准备 不用不用 我在你家吃饭算怎么回事啊 你老婆要是回来该误会了 林梅芳说完就急忙的跑上楼 回家去了 望着林梅芳那恶娜多姿的背影啊 梁志平的心里是一阵暖暖的 他想 今天这个生日连妻子都给他忘记了 可是这个女人却有心的给自己记着 她可真是个贴心的小天使啊 一直到楼梯间 没有了林梅芳的上楼的声音 梁志平依然站在门口 好半天之后 他太依依不舍的关上了房门 拿出那条围巾戴在脖子上 哎呀 感觉到很舒服 就在这时 手机响了 是林梅芳给他发的一条信息 平哥 生日快乐 其实我在家里给你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 我想邀请你来家里吃饭 可是我知道 你妻子也会为你准备这些的 看着那些滚烫的蚊子 梁志平的心也是一阵激动 这么好的女人 不仅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 还准备了生日宴 她怎么能够辜负人家呀 她当即决定上楼去赴约吃饭 于是赶紧就回了一条信息 谢谢你的好意 我等会过去 然后拿出手机来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说一会要去朋友家里吃饭 让他不要给自己做饭了 打完电话之后 梁志平洗了个澡 又把自己捣吃了一饭 还换了一身干净得体的衣服 头发梳的增亮 皮鞋也擦的增亮 想了想 又顺便带上了林梅芳 给自己的围巾 然后锁上了门 就上了楼 梁志平来到林梅芳家里 果然发现 这个女人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 并且还摆了两瓶红酒 看见他来了 林梅芳是宵夜如花 急忙就迎了上去 快来 平哥 他就像是一个等待丈夫回家的小女人一样 轻易的就挽住了梁志平的胳膊 把他带到了桌前 殷勤的又给他拿上了碗筷 又给他倒了一杯红酒 来 你尝尝 这是我专门托人从法国卖来的正宗葡萄酒呢 接着给梁志平的面前的盘子里又加满了菜 一边介绍这是什么菜 一边又劝说他趁热赶紧吃 这个小女人这些举动 让梁志平的内心激动不已 他发现 这个女人要比妻子可要可爱多了 一瓶红酒下了顿 这两个人的脸上也都是挂上了红韵 俗话说的好啊 酒是色眉人吗 离开了餐桌之后 二人在那个色眉人的引诱之下 很快就拥吻在了一起 随后就滚到了卧室里 一番激情过后 梁志平的头脑就清醒过来了 他是非常内疚的自责自己 可是林梅芳呢 却饱含深情的说 平哥 你不必苦恼 我不会破坏你家庭的 我就只是单纯的喜欢你 你放心好了 我会默默的喜欢你 爱你 不会给你添一丁点的麻烦 如果你想起我了 随时都可以来 我家的大门 一直都是为你敞开着 哎呀 在林梅芳的心里啊 他确实也是有一点 喜欢这个高大魁梧 相貌英俊的老实汉子了 梁志平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能说会道 他的性格有些嗨厚 虽然出身农村吧 但是林梅芳觉得他会是自己的好帮手 自从爱人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之后 哎 在他心里啊 这一个霸道的想法就开始蔓延起来 他要霸占梁志平 将他 居为己有 当天晚上 李湘平回到家 他看到家里有一条来路不明的围巾 就问他 这围巾是哪里来的呀 这 啊 这这不是在柜子里找的吗 我那是哪来的 梁志平是支支吾吾的 说不清楚围巾来路 李湘平见此就生气了 不依不饶的 非得让他解释清楚 面对着张牙舞找的妻子啊 梁志平对他的厌恶 又是加深了一层 从此 这你请我愿的偷情二人组 只要是逮着机会 他们就会偷偷的去温存 梁志平也是经常逮着机会啊 就往家里跑 把水果摊就扔给老婆一个人 渐渐的 这就引起了李湘平的怀疑了 哪天 梁志平在收到一条短信之后 转身对李湘平说 我现在去买菜 回去做饭 顺便把家里的衣服洗一洗 等下午吃了饭 我再来换你 李湘平听后 表面上答应了他 但是啊 他前脚刚走 他就在后边跟着他 接下来 他就把丈夫和林梅芳 堵在了自家的床上 这下 捉肩成霜了 李湘平是歇斯底里的 一哭二闹三伤掉下来 可是这反而 让梁志平却更加的反感他了 就站在一旁冷冷的盯着他上船下跳 带到他稍微的平静下来之后 梁志平啊也豁出去了 既然你也看见了 那咱们就就离婚吧 不 我不离婚 我要去打死那个女人 我要去打死他 李湘平又是歇斯底里的大声含叫 劈头散发的 就要往外边冲 梁志平急忙拦住了他 你给我站住 你就别出去丢人现眼了 你还先闹得不够吗 你都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讨厌你吗 就是讨厌你这个德行 李湘平坐在地上 放声大哭起来 可是哭过之后 内心的疼痛 也如野草般的疯狂的滋涨起来 他总想逮到机会 一定要狠狠的报复那个 抢走他老公新的女人 那边 在得知李湘平跟他老公在闹离婚之后 林梅芳高兴的乐开了花 恨不得敲锣打鼓来庆祝一下 可是 他却假惺惺的给梁志平发了一条信息 平哥 真的对不起 我没有想着要搅乱你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可这第二天 梁志平却再次来到了林梅芳的家里 他搂着林梅芳动情的说 亲爱的 这一切不怪你 都是他 我真是收够他了 林梅芳见子就趁热打铁 平哥 其实 我好像跟你一起生活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你来帮我管理厂子 我在家里照顾你的起居日常 等不怎么忙了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旅游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再过两年 我们再要一个宝宝 等钱多一点之后 我们就再去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 我们一家思考 其乐融融 林梅芳一边畅想着 一边又叹了口气 只可惜我想得太好了 你终究不是我老公 林梅芳这个大饼就画进了梁志平的心坎里 在他的物质和感情的攻势之下 梁志平就开始逼迫李湘平跟他离婚 李湘平知道 梁志平之所以这么急迫的要跟他离婚 就是因为林梅芳在背后捣鬼 因此啊 他的心里对这个女人的仇恨就更加的激烈起来 那天 李湘平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想跟丈夫聊聊天 但见丈夫就侧过身子不理他 只让他很生气 是翻来覆去 更是睡不着了 就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想着想着 他心里就不由自主的冒出了一个邪念 我要毁了林梅芳 我要毁了他的容 破了他的香 我看这个臭男人还要不要他 起初李湘平想买点硫酸 可是购买硫酸却需要备案手续 他没有正当的理由 后来他又想到了汽油 于是他就拎了个桶去酱油站里去买油 但是加油站的小伙子见他精神恍惚 生怕他一时想不开 于是就没有卖给他 2014年3月28日早上 李湘平去进货路过一个工厂的时候 他就看到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用白电油清洗皮具 他的脑子里突然就划过一道闪电 何不用白电油烧死那个女人呢 因为李湘平以前在皮具厂打过工 他知道白电油是一种极具容易燃烧的物质 而且购买这种东西也不需要报备 打定主意之后 李湘平是一阵窃喜 他拐到工厂里就找到了工厂的主管 以办公室的地板太脏了 需要擦拭为由 找他就买了一瓶白电油 当天晚上六点刚过 李湘平守在猫眼前 看到林梅芳下楼来了 好机会啊 他赶紧拉开房门 将那桶白电油朝着走过来的林梅芳身上就破了过去 然后又是迅速的打着了点火机 朝着林梅芳的身上就挥舞过去 一瞬间的工夫 林梅芳就化作了一个火人 淒厉的尖叫起来 而李湘平 他满眼的怒火 这他慢慢的消散了 呸 我让你勾引我老公 烧死你个王八蛋 邻居们在听到林梅芳的惨叫声之后 纷纷的赶了出来 其中一个邻居拿出家里的灭火器 费了好大劲 才把林梅芳身上的火焰给扑灭了 邻居们又是手忙脚乱的拨打了120 大家伙一起将这个受了伤的女人 送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里 这是林梅芳全身的皮肤烧伤面积 高达95% 梁芝萍在得到消息之后 迅速的赶往了医院 去看望情人 隔着重症监护社的玻璃窗 他看着全身裹满了纱布的林梅芳 心头是一阵悲痛 随后他把家里的房子卖掉了 水果店也盘掉了 筹集了80多万元 交给了令梅芳的家人 几天之后 梁芝斌和李湘萍办理了离婚手续 案发的第二天 李湘萍被工业园区派出所拘留 他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也是供认不讳 2014年6月19日 工业园人民检察院对李湘萍 实施了逮捕 7月20日 苏州市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李湘萍犯故意伤害罪 其情节啊 非常严重 判处有期徒刑 15年 这表面表面上来看啊 这起案子的起因是两条狗引起来的 可实际上 也不全是 这起悲剧的发生啊 是两个不同阶层的人 因为对待人生的态度不同 而闹出的惨剧 这被害人林梅芳 跟李湘萍相对吧 她是个富人 在富人的心态上 她就比较膨胀 在这种膨胀心态的影响之下 因为狗就引发了矛盾 而相对之下 穷人李湘萍 他又有着一颗自卑脆弱的心 一个高傲膨胀 一个自卑脆弱 这两人凑在一起 他们有好事吗 即便没有狗这起引子 那以后也会有其他的事来引爆的 矛盾被引爆了 包袱也开始了 你来我往 那是步步升级 一直到惨剧的发生 那本心安子也没必要说谁对谁错了 他们都有错 从他们各自在心中生起报复的念头的时候 他们注定没有赢家 放弃报复 是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你自己 我是尚文 咱们下期再见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 出墙来 这首诗的本意啊 是为了描写春意盎然的美丽景色的 但是现在这首诗的含义却已经完全变异了 已经被寓意为女子背叛婚姻的一个句子 这婚姻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情感啊 或者说它具有排他性 是自私的 这个世界上有不少人被误读的爱情和婚姻 还有的人呢 甚至将爱情当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 也有人将爱情当成了能够被随意让位 或者被取代的感情 这些种种啊 无疑是对爱情的亵渎 当然了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基于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上的 但是有些人却会为此而杀人 那先描述一个场景啊 大家可能在电影里边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啊 就是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酒店走廊上 背景音乐极为诡异 可就在这时 旁边房间的门下却流出了鲜红的血液 这个场景绝对能够吓坏大部分人的 可是 这种在电影里边才能出现的情节 对于居住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胡佐奇的阿木古朗镇一家的旅店老板 秦老汉 他却实实在在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这种害人的一幕 时间是2015年9月19日 星期六的凌晨2点多钟 内蒙古新巴尔胡佐奇的一家旅馆内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惊魂未定的旅客匆忙下楼告诉老板 说是他看到从一个房间里边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秦老板听了不敢带卖 立刻慌慌张张的拿着房卡 带着人赶紧上楼去查看 打开门之后 所有人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瞬间 一个女人倒在血泼之中 已经失去生机了 一大片的地面都被鲜血染红 啊 怎么会这呀 秦老板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因为他知道死过人的旅店是再也不会有人住了 缓过时来的秦老板在第一时间向巴尔胡佐奇公安局爆来 警察也是立刻在第一时间到达了案发现场 经检查 死者申明中年女性 法医在经过现场检查时发现 被害者曾经是受到过多处刀剧造成的锐气伤害 这是凶器被凶手带走或者是处理掉了 房间内除了正常的女性用品外 还找到了一双男士皮鞋和男士钱布 秦老板告诉警察 死者的名字叫魏弘 45岁 跟秦老板很熟悉 因为他就是旅馆隔壁超市的女老板 他们早就相识了 就在案发当晚 他和一名男子住到了这个房间 只是在登记身份证的时候 男子没有出事 魏弘说他也不是本地人 没带身份证 并称男子是他的男朋友 让秦老板放心 因为秦老板时常到魏弘超市里买东西 还是邻居 也就没有太过计较 这是秦老板没有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 警方初步认定 此案极有可能是情傻 再说了 这种事情十分平常 经常有些男女来开房 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的 对于这些不太合常规的事 无论是哪家酒店或者旅馆 他们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没有人太较真 在秦老板的回忆之下 公安局确认 留在现场的男士皮鞋 就是属于魏弘男朋友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魏弘被杀害之后 而这位神秘男子不见踪影 很自然的 这个所谓的男友是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但遗憾的是 秦老板却无法提供有效的男子身份相关的信息 接着又是调查旅馆的监控录像 警方观察到 在18号晚上23点30分左右 魏弘与一个穿白上衣的男子进入旅馆 而一个小时之后的0点45分 白衣男子一个人走出旅馆了 当时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 可这仅仅三四分钟之后 男子又回到了旅馆 公安局的基础人员从监控画面中 就捕捉到了一个重要细节 白衣男子的背部 也就是他短裤那里 编了一把类似于刀具的物品 这一回男子回到房间之后 也是仅仅待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于凌晨1点27分 男子再次离开了房间 这是和之前不同的事 他这时已经是穿戴整齐了 胸前还挂了一串珠子 手里还提着一袋东西 男子两次出门 都是朝右侧方向走去 而死者魏弘的超市 正好是在旅馆的右侧 这也就说明 男子这两次外出拿东西 都是来自死者魏弘的超市 只是在凌晨1点35分 男子再次离开旅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警方就分析 男子的东西是来自魏弘超市的 案发地在新巴尔胡佐奇的阿木古狼镇 在蒙古语中 阿木古狼就是太平的意思 这个小镇确实一直是太平祥和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恶性的案件 可是现在这起突发的恶性凶杀案 给小镇便笼罩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由于是首次发生凶杀案 巴尔胡佐奇公安局便立刻成立了以副局长为首的专案组 专案组成立之后 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嫌疑人的身份 专案组就此决定从魏弘的社会关系查起 魏弘开的他的个人超市就是旅店的隔壁 超市并不大 专案组来到超市进行勘查 乍一看之下呀 超市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发现和嫌疑人有关的线索 但是随即警方却在超市的一个角落里 又是发现了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死者是男性 年龄仅仅仅在二十岁左右 但是这具尸体很显然不是与魏弘开房的男子 在邻居的辨认之下 专案组很快得知 年轻男子是魏弘的儿子包绍文 十年十八岁 后经法医尸检 母子二人的死亡时间非常相近 死亡方式也是一样的 包绍文的身上也是多处刀创 从作案手法和时间上 警方断定 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是遗憾的事 作案现场同样是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凶手接连了连杀两人 可见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呆徒 为了防止凶手再次作案 专案组便展开了权力的侦破工作 警方同时在整个呼伦贝尔市多地去设卡盘查 防止嫌犯外套 一切都很顺利 接着警方根据魏弘的手机 通讯信息很快就提取到了他男友的电话号码 进而又获得了新人的真实身份 李红军男46岁内蒙古人 在确诊身份之后 李红军的所有相关信息以及照片 便被下发至各个交通口 至天亮时 整个呼伦贝尔的警方已经是集结了近300警力 以案发旅馆为中心向四周去辐射 进行地毯式的搜集和拦截 并且还请求周边的警方去设卡协助 说实话 这草原独特的地形格局和自然环境 让这次追捕面临着很多困难 警方的反应也是十分迅速 布置也比较全面 但问题是 犯罪嫌疑人李红军本人 也是因为多年从事体力劳动 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警方也由此预测到 犯罪分子在潜逃之前可能会带上大量的食物 如果他绕过路卡 选择一些特别冷僻的路线去逃逆的话 这专案组还真的不一定能够靠着围堵 将犯罪嫌疑人给抓捕归案 于是卫宝万无一事 在专案组的申请之下 一批群众也是加入了搜捕李红军的队伍中 于是针对各个交通枢纽和路卡的盘查 从19日凌晨开始 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天 直到9月20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 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出现在监察站 这辆货车里有三名男子 负责拦截的警察就发现 坐在副驾驶的那名男子与李红军很相似 为了不打草惊蛇 为了防止嫌疑人狗急跳墙 挟持人质 民警就以治安检查的名义 让他们分别下车 并且刻意的让那位在副驾驶 疑似李红军的嫌疑人 最后下车 于是在司机和另外一名男子下车之后 检查站的三名民警 从左右两侧靠近车辆 也就在李红军准备开门出来时 警察一下子将车门给关上了 并且持枪警告他 让他将双手放在车窗外 男子有些犹豫 但还是乖乖照做了 这时 另外一名警察准备上前给男子戴手铐时 可就在此刻 李红军突然将一只手缩回车内 意图逃跑 在车外持枪的民警看到之后 果断向天鸣枪示警 并且大声的严令他原地不要动 否则就要开枪了 男子见警方喝枪实弹 不敢再造死 便乖乖的将手伸出来 直到被警方牢牢的给扣上 随后 警方又从车里搜出一把匕兽来 而这个时候 距离案发 仅仅过去了32个小时 这次啊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终于将李红军在检查站 抓捕归案 可是这一回 让人没想到的是啊 和一般的犯罪分子不同 还没等到警方对李红军进行审讯呢 李红军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枪毙我吧 我不想活了 进入审讯室 李红军开口的第一句话 还是你们把我枪毙了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9月20下午6点 警方便开始正式的审讯李红军 这起深夜命案的真相 总算是渐渐的展露了出来 据李红军本人供述 自己结婚三年之后啊 就离婚了 随后就是一直在外四处的打零工 挣点小钱去糊口 他当时在呼伦贝尔的一个矿上打工 就认识了在矿上做饭的魏弘 两人在交往的过程中 魏弘说他自己也离婚了 但是他结婚结的早 虽然自己只有36岁吧 但是他现在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生活 二人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 就此两颗孤独的心就靠在了一起 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且同居在了一块 为了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 李红军早早的就开始规划着自己和魏弘的将来了 他掏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给魏弘开了一家超市 取名叫做红园超市 之所以叫红园 是因为他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所以取名红园 可以说李红军是真心爱上了魏弘 也可以说 为了呵护这份难得的爱情 李红军是奉献了他的一切 超市开起来之后 李红军继续了在200公里以外的那个矿上打工 魏弘在家里开超市 这李红军没两个月回来一次 在2015年4月 李红军带魏弘回老家办了酒席 按照老家的规矩 办了酒席之后 即便没有登记 二人也是合法夫妻了 在周围亲友的眼中 他们已经是一对恩爱的两口子了 而也就在案发的前几天 李红军回到超市 就遇到了魏弘的儿子包绍文 其实吧 二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尴尬 包绍文见他又和母亲住在一起 就面露鄙夷之色 但是李红军呢 他却一直在争取包绍文对自己的认同 在案发的前几天 包绍文想要一部手机 李红军就给包绍文买了一部900元的手机 李红军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 让二人的关系合法化 因此就天天催着要和魏弘去领证 但是魏弘却以种种理由去推脱 两人为此就发生了很多口酒 这就让李红军生出了疑心 怀疑魏弘不是真心跟着自己 就是想利用他给他养儿子 在案发的前一天 18岁的包绍文回来 又看到李红军在他家里 他就把手机掏出来给他看 说手机质量太差了 他想要一部好的智能手机 李红军听了脸色自然不好看 但是随即他仔细的想了想 也就点头答应了 并且跟他说啊 等他下个月发了工资 就给他换一部智能手机 可是包绍文听后却并不买账 就开始斥责李红军 李红军也怒了 也是反过来质问包绍文 老子雇你上学啊 给你拿生活费 给你妈开超市 而且收入我也不管了 都是你妈在安排 你倒是给我说说 你凭什么骂我呀 包绍文一听立刻也恼了 年轻人也是气声 他顺手就提起了一个啤酒瓶子 就扔向了李红军 酒瓶扔到了他身上 又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李红军在躲闪中 就踩到了玻璃茬上 把脚还扎出了血 最后还是魏红听到吵闹声 赶过来 这才把二人给拉开了 又是因为超市里只有一张床 夜里关门之后 魏红就带着李红军 住到了隔壁的旅馆 李红军的气还没顺呢 进房间就问魏红 我们俩还能一起过吗 魏红一听这语气 他的心里也不舒服 就反问他 咋了 玩够了 不想和我过了是吧 行 那就分手呗 李红军一听更倒了 生气的说 分手也可以 那我的钱呢 我对你的付出呢 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呢 可魏红却冷笑道 你跟我真心 不是吧 就算是啊 我跟你也没有真心 你说什么 李红军听魏红这么一番话 顿时是怒火万丈 也彻底激发了他的恨意 他决定 要好好地惩罚一下这个恶毒 忘恩负义的女人 随即 他假意的向魏红赔礼道歉 随后二人呢 又发生了关系 之后 他又是借口买烟回超市 结果 带了把匕首回来 可是进门之后 二话没说啊 就捅向了魏红 边捅边说 你这是欺骗 骗了我的钱 还骗了我的感情 魏红呢 被戳中要害 顿时就被捅死了 删完魏红 李红军本想出逃 可就在他返回超市 准备出逃的食物时 却不小心惊醒了 睡在里面的魏红的儿子包绍文 包绍文见识李红军 便冲他吼道 你给我滚 这里是我的家 你以后别来我家了 可不成想 这句话却再次刺激到了 已经失去控制的李红军 气氛之下 他又用刀将包绍文给捅死了 连杀两条人命 李红军把自己的恶行 就告诉了远在天津的儿子 也是交代了后事 那李红军原本信佛 如今自己已经犯了杀戒 当时他自觉是无言再见佛祖了 便在藏身于停车场时 把他脖子上的一串佛珠给拽断了 天黑之后 李红军又是连夜行走了二十余公里 穿过草原腹地 绕开了警方设置的第一道卡口 后来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这台道公路 搭乘了这辆红色的打卡车 他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继续逃亡 可不曾想 还是撞到了警方的王上 最终被判处死刑 至此 李红军都以为 魏红和他在一起是涂他的钱财呢 只是 他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 魏红的实际年龄为45岁 并不是他说的36岁 他的离异是真的 不过离异之后 他又重新的组建了新的家庭 在案发时 他尚在婚姻中 他和李红军保持同居关系的时候 和他的第二任丈夫 仍然是保持着实际的婚姻关系 那就自然无法和李红军再次领取结婚证了 听到真相的李红军 目光呆滞 他心里那个悔呀 这真是应了那句话 良心和真情都是为了狗 可以说 李红军的遭遇也确实令人同情 但是 连杀两条命 法律是不会同情他的 最终 李红军被判处死刑 好了 本案就到这 我是尚文 咱下期再见 和真相的 最终